考状元失踪九年,母亲患癌才现身,到处失踪原因,并床上这个哭得气不成声的母亲,嘴里说着,儿子,回来吧,妈真的想你,这是一个患癌母亲的新生,她的儿子杨仁荣,曾是江西省宜黄县的一位理科高考状元,2009年的一天,她给家中的父母发了一条短信之后,就彻底的消失了。 父母为了寻找儿子,苦苦寻找了九年,每天都在思念中度过,儿子的消失本让这个家庭陷入悲伤,之后母亲又不幸患上了癌症,这个母亲自从生病之后,整个人变得苍老了很多。 更是不愿意接受之后的治疗,只因找不到自己的儿子,感觉对生活没有了任何希望,小伙为什么消失,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,欢迎订阅,杨重生和吴系女是一对恩爱和睦的夫妻,生活在江西省宜黄县的农村,1985年儿子杨仁荣出生,夫妻俩一个在附近打零工,一个在家当全职主妇,虽然经济条件很一般,但一家三口自得其乐,让夫妻俩十分欣慰的是, 儿子杨仁荣从小就展现出极强的学习天赋,夫妻俩深知孩子读书很重要,便不惜拿出家里的全部资源培养儿子,杨仁荣性格内向,属于两耳不闻身边士,专心钻研学问的类型,虽然出身一般,杨仁荣的童年却比较幸福,一方面父母会尽全力满足他的各方面愿望,另一方面杨仁荣天赋太强,他并不属于寒窗苦读,只是很轻松就能拿下全职前三名,杨家在村里属于, 杨仁荣的堂哥姐堂弟妹就有十多个一大家族的孩子里,唯独杨仁荣学习最好,这也让杨仁荣夫妻俩脸上有光,走到哪里都能迎来别人羡慕的眼光,还有人上门请教他们是怎么教育儿子的。 每次遇到这个问题,杨仁荣夫妻俩只是谦虚回答,哪里算得上教子有方,只是孩子自己聪明争气,杨家老祖宗有个规定,如果杨家的子孙有谁能考上大学,便能够供奉在祠堂里,这在农村绝对是光荣的象征。 杨仁荣也朝着这个目标努力,2003年他迎来高考,以570分的傲人成绩拿下省级理科状元,20年前的570分含金量极高,杨仁荣顺利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,这件事瞬间引爆全村,杨家出了个光宗耀祖的天才。 连带的杨重生夫妻俩,在村里的地位都高了许多,肉眼可见的杨仁荣日后会很有出息,许多人对杨家无比尊敬,甚至主动上门讨好,杨重生夫妻也大为欣喜,大手一挥在村里宴请村民三天,大家吃好喝好,为儿子庆祝,反观男主角杨仁荣,他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么了不起,也没怎么努力就理科状元了。 杨仁荣天真的以为,人生可以这样一番风顺下去,不费吹灰之力,就迎来成功,可惜杨仁荣想错了,他刚上大学,就遇到迎头痛击,飞行设计专业的知识他根本学不进去,2003年杨仁荣以570分高分,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,学习飞行设计专业,只可惜他对这专业丝毫不感兴趣,加上18岁之前的人生太过顺畅,杨仁荣飘了,在学习方面也松懈了,他开始上课开小差, 甚至逃课去忙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,起初他这一套还能糊弄过去,因为天赋过人。 每次期末考试前,他都集中复习个两三天,美门考试也都能保证不挂科,到大四毕业这年,杨仁荣所幸就不去考试了,好几科成绩零分,那自然是无法毕业,学校方面也很珍惜这个人才,表示你只要拿出态度来参加补考,就能顺利毕业。 可这一切杨仁荣不在乎,他坚持不去补考,也无所谓那张毕业证造成这一切的原因,就是杨仁荣选错了专业,他更喜欢物理方面的知识,但这种知识太高端,同班同学和室友都听不懂,老家的亲人也对他的概念不感兴趣。 杨仁荣开始把现状的不如意归结于自己家庭贫穷的因素上,这是此前他从未有过的想法,这也导致上了大学以后,杨仁荣从不主动联系父母,父母也只以为是他学习忙,没有过多在意。 毕竟从小杨仁荣最让人省心,父母相信他上了大学,也依然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子,谁料儿子连毕业证都没拿到,起初父母并不知道这件事,只是沉溺于儿子继续考研的谎言中无法自拔,照样按时给杨仁荣打去生活费,后来考研这个谎言说不下去,杨仁荣又撒谎说自己已经在北京工作。 具体做的什么工作,又支支吾吾说不清,这让父亲杨仲生有了怀疑,二人就亲自来到北京,看一看儿子的现状,这不看不知道,父母发现儿子连工作都没有,只是整日躲在出租屋里混吃等死,并且他们还发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业证书,这才知道儿子甚至都没能拿到毕业证。 夫妻俩不忍心责怪儿子,只是苦口婆心让他回学校不考,先把毕业证拿到手,再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,杨仁荣嘴上答应得挺好,待父母回到江西老家之后,他继续在北京放飞自我,继续编织着谎言,找理由问父母要钱,直到2009年,杨仁荣的谎言终于瞒不住了。 他因为生活窘迫,去借了许多贷款,又因为还不上钱,催收电话已经打到了江西老家,共计三万元的账单,让父母都傻眼了,二人咬咬牙帮儿子把贷款结清,如今父母已经不奢求杨仁荣有多处人投递,只希望他平平安安不要误入歧途,他们甚至表示,如果北京混不下去就回老家吧,我们做你的后盾,杨仁荣感激父母的理解,但他并没有回家, 只是给父母发去一条告别短信,从此便人间蒸发,整整九年都没有路过面,江西高考状远离奇失踪,发来一条报平安的短信后,便从此消失无踪,父母苦寻九年都没有找到,在发觉儿子联系不上之后,杨仁荣和妻子吴戏女急忙跑到北京,去儿子的出租屋里寻找,可惜人去乌空,父母找遍了杨仁荣高中大学的老师和同学,没有人能联系到他,似乎杨仁荣是有意躲着父母, 九年间唯一的信息是派出所的民警,查到杨仁荣的身份证,在一家网吧使用过,可惜等父母二人赶去,哪里还有儿子的踪影,在日复一日的寻找和期盼中,父母也越来越苍老,甚至母亲吴戏女还因伤心过度,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,被查出了子宫癌,悲伤的心情不利于治病,吴戏女病情越来越严重,她拒绝了化疗,只要找不到儿子,她就不愿去医院治病, 这让亲朋好友心疼坏了,曾经杨仁荣是村里公认的希望,怎么就做出如此不肖的事情呢?许多人开始自发帮助杨重生夫妻俩寻找儿子,在网络上发布关于杨仁荣的信息,高考状元离奇失踪九年,这个噱头瞬间引爆了网络,无数好心人和志愿者参与了寻找,终于在2018年找到了杨仁荣, 此时他人在西安,话说杨仁荣与家人断绝联系后,依然在北京打拼了许多年,但他每份工作都做不长,杨仁荣没有毕业证,大学期间也没有好好学习,导致专业知识一塌糊涂,但杨仁荣心气很高,想找好工作找不到,一般的工作他又委屈,在北京闯荡了七年,工作换了几十份,都没有做出什么成绩,心里焦脆之下,杨仁荣选择了离开这个伤心地,来到西安另寻发展,只是在西安杨仁荣 杨仁荣发展依然不顺利,只能尾身于一家酒店,做着自己不喜欢又看不上的工作,起初杨仁荣笃定信念,赚到大钱就一锦还乡报答父母,可随着人生屡次的失败,杨仁荣的心气也磨没了,他不想回家看到父母失望的神情,直到2018年,杨仁荣无意间在网上看到母亲录制的视频,以及好心人发布的寻人启示,这是杨仁荣才知道,母亲已经患癌命不久已,临终前只想找到自己建造, 最后一面,杨仁荣悔恨得垂胸顿足,怒骂自己是个不孝子,连工作都顾不得,连夜坐上火车,踏上了回家的道路,看到母亲如今的模样,杨仁荣心疼哭了,母亲无戏女,则露出了久违的笑容,只要儿子能回家。 之前受的苦就都不重要了,父母没有纠结儿子多年的不孝行为,只心疼他这些年过得如何,只要看到儿子还平安健康,有没有出息都无所谓了,如愿见到儿子的无戏女,心情大好,决定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病情,从众望所归到跌落神坛是什么样的感觉,杨仁荣在这之中深有体会,他天资聪慧,成绩从来都是名列前茅的, 这也给了他世财傲务的资本,可是终有一日,他要离开象牙塔,步入真实的人间,想法丰满,现实骨干,这条道理亘古不变,巴别塔的妄想,人类从未放弃。 可却永远无法抵达塔尖,理想主义之所以是理想主义,就是因为在畅想它的过程中被增添了最美的滤镜,但现实社会会会告诉所有人,生活就是三餐四季,柴米油盐,所以当杨仁荣处于社会中时, 他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云云众生中的一份子,他也需要为生活奔波忙碌,不是他想象中就能翻云覆雨的快意人生,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种修行,在认清自己不是天才的过程中,他会苦不堪言,但好在他还愿意迈出那一步,与自己进行和解,这个变化让他看清了自己此前的末世。 在俯瞰人士之后,他也学会了待人出事,在弄清楚自己是想的太多之后,他打算从实际出发,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,他们都需要点滴积累的汇聚,所以这回他会专注精神,不断的去克服生活中的困难。 。